大家好,这一期视频我们将来陕西宋代礼堂的万鹤松丰图 视频总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主要是了解礼堂他的一个传奇经历 第二个部分是陕西他整个的艺术风格特点 第三个部分是解析他的一个技法 正在学习山水华的朋友记得先点赞收藏 礼堂自西谷 大约生于北宋英宗志平三年 也就是1066年 足于南宋高中绍兴21年1150年 这对于当时来说绝对算得上是高寿了 幼时勤奋好学 充颖过人 诗书文化居家 擅长画山水人物 尤其以换牛著称 这在墨牛图就是他的作品 北宋正和四年的时候 无比繁华的都城汴京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 十年48岁的礼堂 迎来了他人生的最璀璨的一刻 当时的北宋环帝会议中造极 因为十分喜爱绘画 所以将汉林图画院发展得更加完备 开始通过画院去考试选拔人才 也正是纳入了科举考试之列 已染天下画家 当时的考试按题材分为佛道 人物 山水 鸟兽 花竹 乌木 六颗 摘古人 诗句为题 看谁构思巧妙 出奇自胜 更具有创造型 所以对比一下我们今天的这种艺考 同样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 但是宋代的这种艺考 不仅去考察画家的一个技法 更重要的是考察画家的一个文学功底 以及对艺术的一种创造型 那么这一年考试的题目为 竹所桥边卖酒家 礼堂以录其要处而引其权的独特构思夺魁 被宋徽宗电视清点为第一名 可以说是高中的画科撰原 一举天下文明 这在当时高手云集 卧虎残隆的北宋画谈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明代书画家理论家 谈日记在《惠世威言》中 记载着这个故事 徽宗立画院招筑民工 谈以竹所桥边卖酒家为题 众接向酒家扇筑工府 为礼堂 但于桥头竹外挂以九年 善喜奇德所自意 宋徽宗将礼堂补入画院 礼堂48岁时正式成为了 北宋画院的一位专职画家 十年以后 北宋宣河甲城 也就是1124年春 礼堂绘制了这幅 万鹤松丰图 这幅剧作与郭西的早春图 以及泛宽的西山行旅图 并列为北宋山水化的三大经典作 重188.7厘米 横139.8厘米 现场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是一幅经典的大山大水的全景式构图 北宋北派山水化的代表作品之一 整幅画构图饱满 气势雄浑 树木装眼 画风严谨 餐镜挺拔 山风突兀 峭壁临循 繁头重叠 深谷清拳 期盼松丰 一片片浓密的这种松宁 层次紧然 繁密通透 它将施法自然与内心的这种真实感受 结合到一起 使整个画面表现出强大深厚的勃勃生机 万赫松丰图采用的是高远的这种表现手法 沿着中轴线画面分为静景、中景、远景 三段式构图 静景主要以参松十岸 中景主要是雄感、玉盘、流泉、悬铺 远景为主峰突兀高耸 峰顶、细松、密集参差 打开画面沿中轴线自下而上 静景正中两组密直松林 一组五株成林 再一组七株成片 这些松林压根盘结 缠松、参翠 主干净拔挺立 盘曲临寻 松针密布 小枝如油融在层层叠叠叠 万千松针中 盘旋、回缓、变幻多枝 静景中画面的右边 是一条曲近通游的小道 沿着水边蜿蜒而上 穿过松林 转向大山深处 画家从视觉上通过小道 将观者引入无限深远的 种重山峻岭中 同时这也是全画面中 唯一表现出有人际的地方 也正是画家表现出山水 可行、可有、可居的这种状态 引发人们内心无比的像 中景正中为刀削斧 批斑的雄感预判 左右两边一高一低 称痴的流泉悬铺 飞流从云雾遥遥中缓缓而来 在山岗巨石上依旧是千松林立 风起云腾 松涛正正在万鹤中回响 中景与远景的双风交错 采用垂直的细松与白云 将前后雄风自然交错 气势雄魂厚重而着实 给人以磐礴大气之时 远景祖风高耸入云 在参满的天际下傲然屹立 周围有树座 大大小小挺立的齐风 让祖风蹭托得更加雄伟 壮观、博大、坚实 在祖风左边小石柱形 远山上有一函字 属历书款 宋宣和贾城春和阳李坦彼 作品的创作者出现在画面之中 那么像这种 余款余画中的这种方式 在宋代是比较常见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解析一下 这幅画当中的一些技法 这个松丰图在吸收前人的 这种技法基础上 又产生了一个较大的突破 是俯丕春的这种代表作品 画面中的中景远景山峰 李坦正是主要采用了这种 坚硬勇猛的大小腐皮春 以直插斜插的变化 从不同范围 将千年岩石风酸雨入后的质感表现出来 静静的暗时的描绘中 都采用了这种玛牙春等春法 以短处在自由挥洒间 将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暗时 恰到好处的布局 辅置于豆瓣春 长丁春 刮铁春 丁头春 雨点春等各种春法 点春结合 变化多端 展现出了高超的绘画技巧和在线自然 而超越自然的这种强大绘画能力 历代以来松树都是画家们非常热衷的题材 但是像李坛这样将松树化的密不透风 而且又通透无比的 是很少见的 先用种墨勾出松树的轮廓 在一部规则的半圈式鱼林春表现松树树皮的纹理 满山松林描绘中并不是枯燥简单的重复 而是明暗有别 曲直有分 随行出枝 随之出叶 叶式细针 重重叠叠 密密麻麻 墨色浓重 以静细富有弹性的线条画出 整幅画面墨色浓重 给人以稳重质感 画面中山石和松树的枝干 上色采用了以褶石为基调 山峰及松叶山 枝绿或墨加花青色 值得注意的是 李坛上色并没有采用涂抹 而是随着山石松树的这种形状 色彩与墨或多或少 或浓或淡或深或浅 让画面产生强烈的这种对比 如近景中画面中的 长形石块 大面积浅色 同最浅面的深色石块 形成一个对比 大块亮色石块与吸水 边小块的深色又形成对比 中景山峰以深色为主调的色调 与远景中主峰 以亮色为主色调产生对比 更采用以墨色打底 再覆盖于枝绿或者是石绿 勾勒针叶层叠叠加 半山腰处的云采用的是 褶石淡淡的去染边缘 使云产生这种厚度感 朦胸感 远处的尖峰采用的是 淡花青色的韵染 整幅作品具有典型的这种 北宋三水画的 幽黑如至碑的特点 自礼坛以后 刘松莲 马远下归 接触于礼坛这一脉风格 史称南宋四家 影响了南宋画坛 一百五十年的画风 也奠定了 礼坛作为南宋 怨体山水画 开宗立派的重要地位 南宋怨体的画风 一度影响了日本的绘画风格 礼坛作为北宋 与南宋政权交替 山河动荡时期 最杰出的画家 在中国绘画史上 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文字幕志愿者